台中市的公共公民小学 正在158年8月间 全校为1,700多名学生 是全市发展最快的一所小学 当中来由于市政府没有经费 1,000多年的学童 每到到晚 整天都挤在只有300群左右的空地场活动 尤其是各种科外的活动 因为场地的限制根本就没有办法实施 因此在教室、走廊、 和收拾后的造田里 都成了临时的场地 据校长陈东海向记者表示 为了准备全市的体育教学观摩会 全校的师生和家长们 都积极地希望市政府 导播经费购买校地来兴建操场